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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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节圣经 我们一起翻开诗篇的八十四篇 诗篇的八十四篇 这是可拉的后裔写的一首 非常著名的一首诗篇 我们来看八十四篇的第十节 八十四篇第十节 在你的愿与住一日 甚至在别处住十日 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阿们 以下 就用这一节经节 作为我们今天互相的勉励 互相学习的题目 守门人 今天要跟大家讲 圣经里面 从创造世界 一直到现在 我们每一个人 当中 关于守门人的故事 希望让大家 对于守门人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有更深的认识 而且有更多的使命感 首先我们来看 在圣经里 我们可以看到 神创造天地 创造十足亚当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给了我们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我们一起来翻开 圣经创世纪的第二章 圣经创世纪的第二章 神创造了天地的万物之后 就做了他最大的杰作 也就是呢 从地上的尘土造人 然后呢 吹了一口气 在这个人的鼻孔里 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第七节 所以告诉我们 这个活人的名字 叫做亚当 第八节 他说呢 为了这个亚当 为了他所精心创造的 完美的一个创作 这个亚当 他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圆子 就把这个亚当 安置在那里 我们看第十五节 亚当不是白白的去住在 这个伊甸园里的 十五节这里说 耶和华神将那个人放在伊甸园 要叫他做什么 要叫他修理 要叫他看守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 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 对于第一个人类 对于人类的始祖亚当 就已经给了他这样的一个任务 就是要看守 当时亚当看守的是什么 是伊甸园 可惜 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 从第三章这里我们看到 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 是怎么样的得罪了神 偷吃了这个生命 三二树上的果子 我们来看到二十三节 创世纪的第三章 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因为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犯罪 所以得罪了神 于是神便打发他 离开伊甸园 要去耕种他自己所出的土 二十四节这里说 所以亚当就不能再看守伊甸园了 神呢就把他赶出去了 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了基路伯 和四面转动 用发光火焰的箭 要把守生命术的道路 所以第一个人类的始祖亚当 他呢被神赋予了这个看守的任务 但最后是失败了 那神呢就亲自的呢 派下设下了这个基路伯的天使 还有这个发光火焰的这个 发出火焰转动的箭来看守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 到了选民的时代 我们刚刚讲的是创世之初始祖的时代 我们现在看选民的时代 也有一些非常著名的守门人 首先我们先来看民宿记的第三章 请大家翻开民宿记的第三章 民宿记的第三章这里呢 整章呢是很详细的记载的一些 人民特别呢是立位仁这个家族呢 在十二支派里面呢 被拣选出来 神说我要拣选这个支派 让他们整个支派呢 只做一件事情 他们不能有产业 他们也不去做劳作 不去劳动 他们只做一件事 就是要完全归于神 管理他的会幕 他办理会幕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三章 我们可以从第五节开始 就可以看到神对这个 他所亲自呢 选令的这个立位的这个家族呢 有很多的这个 吩咐 所以第五节这里说 神呢就小于耶和华说 他们呢要要让整个立位之派进前来 站在亚伦的面前 要服侍神 要服侍亚伦 第七节这里 第七节这里说 他们呢要守住这所吩咐的 做哪些事呢 很清楚的 就是要办理帐幕的事 然后呢要担当这些 会看守会幕的所有的用具 跟一切因应的用品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 什么时候 神呢选定了一族 就是在这个时候 神选定了这一族人 要叫他们呢 做所有会幕相关的事情 就很像呢 是在神的国里呢 立位之派呢 就是像神国的公务员一样 公务员他们要做 所有这个神国里面的各种的这些 公务的办理 所有事情的这些办理 并且呢 神对摩西呢 做非常清楚的分工哦 这个 戈霞 戈顺 米拉利 他们各自的家族 要负责哪些工作 那在这个旷野的时期呢 立位仁他们做的事情 非常的辛苦 这三大家族 除了大祭司 亚伦以外 他们是在至圣的 在这个圣所里面 做这个献祭的工作 最圣洁 最高的地位 除了这一家人以外 其他的人 就只有做一件事情 有的负责管帐篷 什么帐篷的用具啊 这些钉子啊 这些绳子啊 哇 天上的神呢 被他讲得好清楚啊 叫这几个家族 要怎么样去看管帐篷 看管帐篷的用具 看管各式各样的东西 他们呢 每一天在旷野里行走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露营过 安装这个帐篷跟拆除帐篷 是整个露营活动里面 最不让人享受的一个动作 很辛苦 他要架设 他要拆除都是很费时费力的 那当时立位仁做的事情 这三大家族他们做的就是这个 看管好这些用具 要架设的时候能够架设好 一印的用品要能够进去到会幕里 隔一天天亮的时候打开 隔一天门关起来 第二天又要再跟着这个云柱 再走的时候 就要再把帐篷全部再收起来 所以这个工作辛苦不辛苦 很辛苦 而且要完完全全的按着规矩来做 那这个工作要能够有条不问 我们就可以看到民数记的三章的第32节 32节这里就讲 神呢就要摩西呢 让这个祭司亚伦的儿子 以利亚撒 做这些所有这些立位仁家族的领袖 为什么要需要一个领袖呢 因为呢需要他来监察 并且呢监察什么 监察这些看守圣所的人 就是监察这些在神的圣所里面 工作的所有的人 所以呢在这一章里面呢就讲了 他们有多少的人 分别是看守哪些东西 从这个这个绝子 绳子帐木桌子盆灯台 所有的东西神写的清清楚楚 是非常仔细的 好这个是在摩西的时代 等到呢这个这个世事时期 当然是一个黑暗的时期 但是呢在这个 摩西的这个时代 过去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世事的时代 最后一位世事是谁 是撒姆尔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撒姆尔呢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守门人 我们看一下在撒姆尔记上 我们一起来看撒姆尔记上 撒姆尔记上的第二章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撒姆尔是怎么样 被他的母亲哈拿向神求来 然后呢撒姆尔呢在断奶之后呢 就被送到了这个大祭司以利的身边去学习 可以说他从小 从有学习的能力 从断奶 你看从断奶 他就开始学 跟着这个大祭司学怎么办殿奶的事 十八节这里说 二章十八节说 撒姆尔还是孩子 但是呢 二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孩子撒姆尔呢 在神的面前 渐渐就长大了 而且呢 他长大 二十六节这里说 孩子撒姆尔渐渐长大 耶和华语人越发的喜爱他 哇看得出来呢 这个撒姆尔呢 在以利的这个身边呢 非常好的学习 非常好的成长 好 到了第三章这里 这个撒姆尔 渐渐长大的撒姆尔呢 这个少年撒姆尔 三章一节就这里说 撒姆尔在以利的面前是奉神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五节 第三章的十五节 十五节这里说 他说撒姆尔睡到天亮 天一亮就开了神耶和华的电门 在摩西的时代 有吩咐立位人 天亮早晨要开这个门 好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 撒姆尔就是在做这个开门的动作 知道他是一个看门人 他是一个守门人 好 那十九节这里说 撒姆尔这样子非常的谨慎 小心而且呢 这个正直的在做他的这个圣殿里面的服饰 十九节这里形容撒姆尔长大了 以和华神与他同在 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 也就是说这个人有力量 而且他说的话是句句都信实的 好 但是很可悲的呢 是在第四章这里 我们看到神的约会就被掳去了 以利是这个最后一个呢 这个约会还跟选民同在的时候 到这个时候神的约会就被掳去了 好 这个是这个撒姆尔的时候 这个他做一个开门人 那我们再看 到了这个大卫王的时期呢 也发生了 终于呢 那时候被抢走的约会 在大卫的时代呢 打胜仗 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神带领大卫呢 去这个打败这个非利式人 所以终于呢 可以把被掳走的 被抢走的约会 能够再拿回来 那就发生了一个 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一个事件 我们一起来看历代至上的十三章 请看历代至上十三章 历代至上十三章这里讲的这个故事 这个事件 我们就很熟悉了 就是当他们要把这个约会呢 欢天鼓舞的 要去把他迎接回来的时候呢 竟然呢 这个祭司乌萨呢 没有按照神 向利位人所吩咐的条例去做 他手就去扶了 因为没有派这个利位人 用尖台约会 然后呢甚至呢 用牛车在运的时候 要翻覆的时候 他动手去扶约会 导致呢 他就当场就被神击杀 那他被神击杀的这件事情呢 让大卫王本来很期待的 要把神迎回他的城 这个时候大卫王就退缩了 害怕了 忧愁了 想说哇 这个约会大有力量 可是呢也是一个寄写的 非常的严厉的一个约会 一个神的这个 这个同在的一个约会 所以他很害怕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位 非常著名的这个守门人 在这里出现了 十三章的第十三节这里 十三章的第十三节 大卫因为害怕 所以不敢把这个约会 运回自己的城里 所以就把他运到哪里去了呢 他运到了一个人 叫做恶别以东的家 我们再往下看 他运到这个人的家里去呢 十四节说 神的约会 在这个恶别以东的家里 三个月 神大大的赐福给恶别以东的家 和他一切所有的 恶别以东 他是一个立位人 他也是一个可拉的后裔 他说 在这个大家很惊慌 很惊惧的占经的时候呢 他呢 清楚神对 对约会 怎么样服侍约会的这些规定 表示他是有 向来就清楚 向来就认真的研读的 向来就非常谨守神的 吩咐的一家人 所以他才敢把他引回来 要不然再一个不小心 也是全家都要 这个遭受这个很大的惩罚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恶别以东呢 就把这个神的这个约会 引回他家 短短的三个月 他的祝福呢 大到让所有周围的人 都看得见 这个人 因为服侍了约会 好好的看守了约会 他全家蒙福 这个福气大到让 这个大卫王跟他周围 所有的人都看得到 感觉得到 并且有人就去跟王讲 所以王呢 大卫王呢 在这之后呢 终于呢 安心了 放心了 没有错 神的同在 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恩典 极大的福气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大卫呢 就决定 好好的按照神的吩咐 把约会引回来 我们现在就看到第十六章 好往后翻 在第十六章的地方呢 大卫呢就很 很很很 十五章这里他就 他就 呃 我们看一下 好 看十五章 十五章这里呢 是大卫呢 就要引回神的约会 并且要为神的约会制造 预备一个住所 一个圣所 好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第十五章的 的第十六节以后呢 十五章的十六节以后 就是呢 大卫呢 就比照约瑟的时 不是约瑟 摩西的时代 大卫就比照摩西的时代 神的吩咐 把立位人的组长都叫来 好 把他们叫来之后呢 让他们呢 就就是继续的 好 并且呢 确实的执行这个管理会幕 这样子的工作 但是在大卫的时代呢 比摩西的时代 多了一样工作 是什么工作 我们知道大卫本身是一个 非常善音律的 懂音乐的一个诗人 一个音乐家一样 所以呢 他现在呢 让立位人呢 除了看守会幕 看守圣所 还有所有的器具以外 另外一半的人要做什么 要歌唱 要颂赞 要用诗歌 来这个赞美神 所以呢 他就把立位之派的这些 立位人的这些组长来 就让他们分工 负责歌唱的一般 负责这个守门的一般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十九十八节的后面 好 很多很多人的名字 然后呢 守门的俄别以东 也就是俄别以东 从此以后呢 成为国王清定的守门家族 清定的 国王指定他做这个守门的工作 那这个俄别以东呢 我们可以继续看到 在第二十四节这里 在二十四节这里呢 就讲到呢 再一次的提到 神的约会 迎回来的时候 一路上 二别以东 是这个守住 守卫的人 守门的人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二十五节 我们就看到大卫 欢欢喜喜的带着长老 去二别以东的家里 把神的约会抬出来 这一次他们做了万全的准备 按照神的吩咐 把约会带回来 好 那我们看到第十六章 十六章这里呢 在第三十七节这里 三十七节 十六章 三十七节这里呢 大卫呢 就要这个所有的 祭司的这个家族呢 要在这个神的约会面前 常常天天每日侍奉神 一日要进一日的职份 好 就是不停止的 一天又一天 那三十八节这里就讲 这个守门人呢 二别以东和他的弟兄 六十几个人 好 然后呢 他们做这个守门的人 那我们再看到 这个部分就知道说 二别以东呢 从此 他在那个急难的时候呢 服侍了约会 从此以后被王所信任 就是一个勇敢的 坚定的 清楚神吩咐的人 所以呢 王呢 就派他跟他的弟兄 来做这个工作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这个历代至上的二十六章 好 我们看历代至上的二十六章 这里讲到 不单单是二别以东 一个人 他所有的这个儿子们 也成为了非常忠心 又勇敢的 的这个守门人 二十六章 历代至上二十六章的 第一节开始 就在讲这个守门的班次 守门的班次呢 有什么 有哪些家族啊 一直写一直写 第四节这里特别提出来 第四节 二十六章的历代至上 二十六章的第四节 这里说 二别以东的长子是谁 老二是谁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他一共有八个儿子 而且这八个儿子呢 都是被选入做神圣所的 开门人 守门人 那为什么呢 他和他的儿子 能够被选呢 因为神赐福给他 神赐福给他 我们可以再继续看下去 到第八节的 一直写他 一直在写他的儿子 有哪些 那 这里第六节 这里讲说呢 他的儿子 是大能的壮士 掌管父亲的家 能够把父亲的家掌管好 也掌管神的殿 第七节这里也讲 他的儿子 谁谁谁 是壮士 第八节这里也讲 这些呢 以上这些壮士 这些能够掌管父亲的 并且看守圣所的人 通通都是二别以东的子孙 他们都是 第八节这里形容 他们和他们的儿子 并他们的弟兄 也就是这一整个家族的男丁 都是善于办事的壮士 哇 真的让人看了 非常非常的敬佩 也非常非常的羡慕 好 那我们就再讲 所以在这个 王国的时代 这几个 这两个 这个 守门的家族 从萨摩尔 到这个 二别以东 我们可以看到守门人 是一个非常 这个重要的工作 荣耀的工作 好 那我们就接着再看 在这个王国的时期 在这个好王跟坏王之间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自从这个守门的唱歌的 服侍神圣殿里面的工作 确定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在圣经里的记载 旧约里的记载 凡是好王 他就会看中这个守门人 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在历代治下的二十三章 历代治下的二十三章 这里讲的是 好王约阿师的这个事迹 他跟大祭司耶和耶大 怎么样去重新的像带着百姓呢 去这个恢复信仰 这个拆除偶像跟这个外邦的神庙 十八节 历代治下的二十三章的十八节 历代治下二十三章十八节 这里讲祭司耶和耶大派官去看守神的殿 并且呢 这样献祭啊歌唱啊 都是非常的按着摩西的这个律法所写的 十九节看得到 这个王约阿师跟这个大祭司耶和耶大 非常的看重守门 十八节说 十九节说 设立了守门的人 十九节设立了守门的 把守耶和华神殿的各门 不论你的目的 你的这个为了什么 你的理由是什么 不洁净的人都不准进去 所以在这个好王约阿师的时代 他就是有看重把守神的殿的清洁和圣洁 另外一个我们也很熟悉的好王 就是西西迦王 我们继续往后翻 看到历代治下的三十一章 历代治下的三十一章 讲到的是好王西西迦和他的大祭司 亚撒利亚怎么样带着百姓很忠诚的 忠心的献上十分之一 把属神的物分别为圣能够归到神的殿里去 那我们在三十一章的十四节这里 三十一章的十四节这里讲到 这些守门的人他们的工作很重要 除了开门关门 不让不洁净的人进去以外 这守门的人还要负责点数 所有百姓乐意捐献给神的财宝跟礼物 并且他们要收尽这些礼物收尽这些奉献以外 还要轻轻节节的按着这个规矩去发放这属神的这些财物和这些至圣的物 所以这样子的守门人的工作真不简单 真的是要轻轻守节 好 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二十节的地方 在这个三十一章二十节 这个好王西西家王呢 让守门人呢 能够好好的按着规矩办事 所以在二十节这里说 西西家王在犹大的遍地这样办理 行神眼中为善 为正 为忠 既善既正 既正又忠 这是二十一节 神的祝福是什么呢 凡他所行的 无论是殿里的事 还是守律法 守诫命的事 还是要寻求神的事 他都是尽心去行 无不亨通 太好了 所以他是一个好王 他是一个蒙福的王 那最后 国家还是灭亡了 以色列国 犹大国 还是灭亡 没落了 败落了 到了这个 后来呢 被掳到这个 巴比伦的时候 一次两次的 还是又归回 在鼎盛的所罗门的时期呢 在圣殿里面服侍的 有将近两万多人 有两万多人 但是呢 我们看到圣经上的记载 这些被掳 在回到耶路撒冷圣城 去重建城墙 重建圣殿的人数呢 已经剩下三位数了 一百多人 不到两百人 从几万人 在这个圣殿里服侍 到归回的时候 已经剩这么少 所以我们再讲的 下来这个阶段 就是这个 被掳归回的这个时代 守门人的 守门人的余数呢 已经很 其实蛮 稀稀落落的 但还是珍贵 神还是纪念他们 还是把他们的名字 记下来 我们来看 在历代至上的第九章 历代至上的第九章 这里记载的是 被掳归回的这些人 怎么样的重新 按照这个律例呢 去组织 看守神殿的工作 好 这里讲的 第九章的二十一节 这里 二十一节 这里就在讲 好 这些人呢 跟他们的儿子呢 他们的工作是 看守会幕之门的守门人 那二十二节就讲说 被选做守门的人呢 只剩下几个人可以用 两百一十二人可用 但是呢 圣经上的旧约还是把它记下来 好 那归回的时候 我们现在来看 以色拉记的第二章 以色拉记的第二章呢 这里所记载的是 在以色拉的时代 这些守门的人 只剩下一百三十九名 尼西米所记的是一百三十八名 差不了很多 所以我们就知道 守门人在旧约的这个 从摩西的时代 王国的时代 到被鲁归回的时代 那个人数是一直减少的 好 那我们就要想 这样子 神设立了 这个看门的人 守门的人 在旧约 是让我们看到 人的软弱跟无能 那我们要从这些事情里面去看 为什么守门人 越来越少 为什么守门的人 最后会失败 为什么守门的人 最后消失了 好 第一个 在旧约的这个 在这个旧约的时代里面 我们看到 这些受高的尊贵的王族 已经没落了 圣城耶路撒冷 也被攻破了 圣殿的门 倾倒了 神的约会消失了 哇 这个选民就堕落了 流散了 像没有牧羊人的一个羊群 守门人的时代 是在这里终结了吗 好 到底守门人 是为什么失落的 我们先看 刚刚我们提到 第一个神 命定他去做看守工作的亚当 亚当是怎么失败的 亚当的失败来自于 他 杜妇的欲望 对不对 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妻子 有这个杜妇的欲望 满足 为了满足杜妇的欲望 把神的这个吩咐呢 抛在脑后 就犯罪 得罪神 就被赶出去了 那我们再看 在立位的人 整族被选来做这个 服侍神工作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摩西呢 按照神的吩咐 选了这个立位家族 从以色列会中 出来出来之后 最可怕的 最让我们所有人 引以为见的是什么事 就是可拉党的事情 对不对 可拉一党的事情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为什么失败 摩西呢 在明述记的十六章 这里有记载 明述记的十六章 第八节 十六章第八节 摩西对可拉说 立位的子孙啊 神 以色列的神 从以色列会中 把你们分别出来 使你亲近他 他办理神帐幕的事 并且还是站在众人的面前 在当差的 何等的荣耀 但是呢 第十节 我们第十节 这里也说 神呢 让你可以立位 所有的子孙弟兄们 可以亲近神 这是小事吗 你们竟然还要求 那个更高的 唯一的这个 神的代理的这个 祭司的职任吗 十一节 所以呢 摩西呢 这个神就责备说 这个可拉和你一党的人呢 是在攻击神 你们竟然这样子攻击神 所以 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呢 神是这样地裂开 可拉 和他的妻儿 他的家人 所有跟他一起 去抗议的这些人 就被地给吞没 这个事情 我们都知道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说可拉这些人 就是什么 有个台语叫什么 吃哇来看哇外 嗯 好 就是吃 嘴巴吃自己桌上这一碗 眼睛在看别人桌上的 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 这个守门的 拆帐幕的 收帐幕的 搭帐幕的 搭帐幕的 服饰的这个工作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极大的恩典跟荣耀 他不觉得 他觉得只有祭司 站在台上的 做这个 拿这个祭物的 举祭的 才是荣耀的 他把自己搭帐篷啊 拆帐篷啊 摆桌摆椅的这些事情 觉得自己 哦 凭什么我们大家都是清洁的 为什么只有你亚伦的子孙可以做 我们也要 这就是一种 骄傲 人的骄傲跟贪心 所以呢 可拉就败坏了 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圣经上记载说呢 可拉虽然 与他当时的人 200多人呢 被地给吞没 神的愤怒 把他们灭绝了 可是呢 可拉的种子 神没有毁灭他们 让他们的子子孙孙 记住这个可怕的教训 所以我们刚刚讲 撒末尔也好 尔别以东也好 他们都是可拉党的后裔 不是可拉党 可拉的后裔 可拉的后裔 这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的后人 确实有寄取教训 确实寄取教训 从此在神的圣所里面 世世代代做那个忠心 又正直的守门人 何其感谢 所以诗篇84篇 就是他们所写的 他们说 我宁愿为我的神 看守神的殿 我也不要在 恶人的帐篷里 感谢主 可拉党败落了 撒末尔呢 撒末尔呢 撒末尔他是一个 尽忠职守 鞠躬尽瘁的一个 一个伟大的先知 伟大的祭司 跟守门人 可是 他的失败在哪里 他有二十年 至少二十年的时间 为了神的国 在四处奔走 在四处奔走 这个二十年的期间 他忠于神家的事 可是呢 他没有看好他的家门 他的两个儿子 圣经上记载说 撒末尔记上八章这里说呢 八章三到五节这里说 撒末尔老迈的时候 立他的儿子做试师 一个约尔一个亚比亚 他们在别世巴做试师 这两个儿子 有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 既正既忠又善 没有 这两个儿子呢 不行这个他父亲的道 贪图财力 收受贿赂 驱往正直 哇 导致整个百姓呢 非常的愤怒 整个以色列百姓 非常的愤怒 就对撒末抗议了 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 你要来为我们立一个王 像我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一样 他们都有国王 我们也要 所以说他 顾着神家的事情 却没有把他的 自己的家门 顾好 两个儿子的教养 但是感谢神是 后来他也 带着他的儿子 在百姓前认错 并且呢 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说 若有贿赂 若有亏欠的 他 就是出来负责任了 所以神呢 也没有灭绝他的家族 让他的后人呢 依然能够 在神的面前站立 不像那个以利一样 好像那个以利是 两个儿子 跟他自己 全部被神说 从此以后 你没有一个人 可以再继续在这个 祭司的位置上 好 那我们再讲 恶别以东 恶别以东 我们刚刚用了好多的经节 去告诉大家 他的这一家 有多么的兴盛 他八个儿子 六十几个兄弟 然后儿子的儿子 又生了很多的儿子 都是办事精明的勇士 跟壮士 恶别以东 这样子一个世代 既中且勇的 这个精卫的家族 最后这些 恶别以东 这些守门人的家族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啦 还是都 随着这个国家的 国破家亡 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们就要看 为什么呢 首先 再忠勇的这个 精卫的这个守门人 他也没有办法去抵抗 一个腐败的国王 腐败的王权 就是守门人败落的 最主要的原因 在历代志下的二十六章 这里记载了一个 骄傲的王 乌西亚王 他战功累累 威名四破 但是呢 他非常的骄傲 历代志下的二十六章 十六到二十一节 记载了 他呢 新高 十六节这里形容他 既强盛 就新高气傲 以至于他就行事邪辟 干犯他的神 到什么地步 竟然要强闯进神的殿 自己要去香坛上烧香 哇 这个事情 祭司赶快挡他 立位人赶快挡他 这个是不合 不合规律的 但是呢 他 心高气傲 人家阻止他 劝接他 他发怒 然后呢 他就进去 就在十九节 这里说 就在他向守住圣所 守住至圣所 守住这个香坛的 这些立位的 这些守门的 这些祭司 在发怒的时候 在众祭司的面前 他的额上忽然就发出了大麻风 哇 大祭司亚萨利亚和其他的人看见 就知道了 这绝对是从神而来的 立即的马上的一个惩罚 就把他赶出去 他自己也赶快跑 因为这个是极大的耻辱 而且不是发在什么其他 看不见的地方 直接就发在他的额头上 明明的让人知道 这个人得罪了天上的神 二十一节这里讲 这个坏王长大麻风了 直到死日 神呢 他住在 离开了这个地方 在与神的殿呢 从此隔绝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王权呢 有时候 是高过这些人的 所以他要闯 还是被他闯进去 对不对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坏王 雅哈斯王 历代志向我们往后翻 翻到二十八章这里 二十八章的后面 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里 讲的是雅哈斯王的时代 雅哈斯王呢 非常的软弱 也非常的糊涂 他在这个被雅述王呢 这个逼迫跟攻打的时候 急难的时候 不是去求告天上的 他列祖的神 而是呢 竟然呢 我们看二十一节这里 二十一节这里 雅哈斯呢 从耶和华神的殿 和王宫里 还有首领 去把财宝取出来 给谁 对不对 给亚述王 真的是太糊涂了 他去取了 他一定要守门人 挡不住他嘛 对不对 他到圣殿里面 取出这至圣的物 百姓奉献的这些财宝 去取出来 要买一个新安 要买一时的苟且 好所以呢 他行这个苟且之事 苟且求安 向敌国亚述进贡 圣经记载说 亚哈斯王这样做有没有用 直接说他什么 无济于事 没有 而且更加的 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怎么样得罪神的一个王 好那二十二节呢 所以说他这个 亚哈斯王在急难的时候 越发的得罪了神 二十三节呢 他就想说 他为什么这样做 很糊涂 他说这个亚述国王 亚兰的王啊 就是他们的神很厉害 所以呢 我要去 拜这个亚述的 这个亚兰王的神 好让这个神呢 也来帮助我 哇 真的是 拜错神了嘛 所以呢结局就是 神让 神让亚哈斯王 和以色列的人 就拜王了 好那 这个二十四节 这里我们就可以 再继续的看到 雅哈斯的恶行 他呢 把神殿里 这些圣洁的 分别为圣的器具聚集起来 把他给毁坏 他把神的殿呢 给关上 封锁住了 好 所以那个时代的守门人 立位的后代们 守不守得住 守不住 在王权的威逼之下 在外敌的这个攻打 跟胁迫之下 再勇敢的 再坚定的 守门人都守不住神的城 好 尼西米的时候 跟以色拉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这些回归时代的守门人 他们已经是仅存的 少数的工人 但是 从圣经上的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终究是不敌这个世界 就败亡了 在以色拉记的第十章 这里讲到的就是说 这些呢 回来的这些人 少数的人了 可是 他们的失败是为什么 以色拉记说 告诉我们 第十章这里告诉我们 他们与外族通婚 让他们的儿女 不能说神国的话 这个就是他们败亡的原因 好 甚至呢 在记载这些跟外邦通婚的人里面呢 以色拉特别的写出 立位人中谁谁谁 歌唱班里面有谁 守门人里面有谁 把他的名字都给他记下来 尼西米的时候 这些守门人都怎么了 为什么守门人在尼西米的时代 最后也是失败了 很简单 在尼西米记的最后面 十三章这里就讲 尼西米呢 他回 离开耶路撒冷 回去跟波斯王树植的时候呢 那时候的大祭司呢 以利亚时呢 就没有像 尼西米一样的坚定的心 他竟然去跟这个对敌 亚门的这个多比亚结亲 哇 结亲了以后呢 供契私用 把圣殿当私宅 混乱圣殿 然后呢 让这个多比亚呢 就是这个 本来是收神的这些献祭的物 的人 还有这些新酒啊 油啊 在这个尼西米记的第五 第十三章第五节 这里看到 把这个神的仓库 神的库门 并且归祭司的这些地方呢 打开来 让这个亚门人的这个多比亚 这个恶人多比亚 在里面呢 当他的豪宅 就是这样 那第六节呢 这我们看到 尼西米就说 他那时候呢 就知道这个呢 以利亚时 为多比亚在神的殿里 预备屋子的那件二世 第七节 第八节呢 他就说 尼西米说 我甚恼怒 就把多比亚的家具 当他从波斯再回来的时候 发现这件事情 就把这个多比亚的家具 就从这个神的圣物的这个仓库 全部都给他丢出去 定九节 立刻吩咐人 捷进屋子 好 再恢复神殿的器皿 可是我们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守门人的守不住门 守门人的 失去这个守门的这个力量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 你跟不幸的人 同婚 你跟不幸的人联合 让你的下一代 不懂得神国的规矩 再来就是 你因为呢 这个 这个多比亚时跟多比亚的事 百姓看了很厌恶 他们就不愿意奉献 没有奉献 没有人来敬拜神 立位人就没有人奉养他们了 所以这些守门人 就没有人给他们 这个当用的物 他们只好怎么样 为了生存 他们也没办法继续守神的殿了 只好呢 就回到自己的地上去跟踪 所以说 在这个尼西米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一个当权的 在位的人 如果 为了自己的私欲 然后呢 公器私用 让百姓呢 群起厌恶 起了厌恶的心 不愿不愿意 进这个地方来敬拜 不愿意进这个地方 来奉献的时候 所有在这个殿里 工作的人 不管是唱诗班 还是守门人 他们的生计困难 就只好 离开侍奉的岗位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信仰的危机 但是我们要说 感谢主 我们的神 在旧约的时候 他也看见了 人的软弱 他也听见了 人的呼喊 大卫在诗篇里说 大卫可以说是一个 最懂的神的心意 心里面 时刻有神的一个王 但是呢 他也发现自己 还是被罪恶所生 还是软弱了 所以他在诗篇里面 就唱说 主啊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让我有正直的灵 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大卫他真正的看见 不是力量 也不是国家 不是这些权势 可以保障我们自己 不犯错 而是需要有一个清洁的心 跟正直的灵 所以呢 天上的神 听了这个大卫的祷告 在以西结书 就告诉我们说 神就应许当时的人说 他要赐下新的心 他要赐下新的灵 给这些百姓 让他们呢 能够用这颗心 用这个灵 去遵守他的典礼 神要做他们永远的神 那所以说 感谢神 旧约的时代 耶稣基督降临 神派他的爱子 我们真的要高估和善纳 耶稣基督开启了救恩的时代 与人立了新的约 在以西结书说要造新的心 耶利米书 不但有新的心 还要把新的约定 直接的写在他们的心上 好 那所以呢 在这个 耶稣基督来了以后 立了这个新的约 造了新的灵 并且 建造起一个 又新又火的圣殿 这个圣殿在哪里 这个圣殿不在耶路撒冷 这个圣殿 就是我们的心 好 我们一起来看 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 这里讲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阿们 也就是说 旧约的圣城破了 圣殿倒了 但是耶稣基督要来成全真正的救恩 他把新的耶路撒冷 新的圣城 建筑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心里 这就是新的殿 这个殿 这个殿是圣灵要同住的殿 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的 帮助我们能够去荣耀他 并且 西伯来书这里讲 这个圣灵呢 让我们可以开出一条新的路 西伯来书的九章第八节 西伯来书的九章第八节 圣灵就让我们看见 帐墓还在的时候 进入这个至圣的地方 是不显明的 没办法显明 一层又一层又一层的帐墓 可是呢 当耶稣基督把自己一次献上 用他的宝血开出了一条新的路 慢子裂开了 没有这一层慢 两层慢 三层慢 耶稣的宝血把这个新的路打开来了 他的血洗净我们的心 线上的这个血 让我们永远 永远的在神的面前 不用害怕 因为我们的罪过被神击打 所以我们要侍奉耶和华神 西伯来书这第十章 十章这里 第十九节这里 就把耶稣基督如何为我们开出这条 用他的鲜血开出这条活的路 可以再告诉我们 第十章的九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 借着他给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 让我们从慢子经过 这个慢子就是他的身体 二十一节 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 已经被洗去了 被洗尽了 我们的身体既然被洗尽了 存心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的面前 就不像旧约时代的人 战战兢兢 而且分很多的阶级 分很多的层 谁可以靠近到哪里 谁可以走到哪里 谁可以做什么动作 谁可以说什么话 在这个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 救恩从耶稣基督开始 我们没有害怕了 我们没有害怕了 我们就走这条耶稣保雪所开出来的新的路 不守门了 这个门是神为我们打开的 就要走进去 那救恩时代的守门人是谁 救恩时代的守门人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灵 从神而来的圣灵 圣灵我们来看 在这个启示录的第三章二十节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救恩时代的守门人是圣灵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这里说 二十节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如果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要跟他 他要跟我一同作息 二十一节得圣的 我要伺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作 如同我得了圣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作一般 二十二节这里就讲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段话是对教会所说的 但是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 圣灵要做一个看门人 圣灵来判断这个敲门的 是从世界来的罪恶 诱惑 攻击 还是从神来的 公义 光明 与清洁 圣灵 帮我们守住我们的心 圣灵是我们的守门人 圣灵不但是一个非常善恶分明 黑白分明的守门人 他还是一个非常慈爱怜悯的守门人 在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节 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 这位圣灵守门人 他知道我们软弱 他知道我们的苦情 他知道我们还迷迷糊糊 有时候是糊涂之子 所以呢 八章二十六节这里说 我们的软弱因为有圣灵帮助 我们甚至本来都不晓得该怎么样祷告 但是圣灵 替我们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感谢主 圣灵是我们每一个人 心里的这个店 心的门 最好的最棒的守门人 他既公义 他又怜悯 好 那我们再看 圣灵这个守门人呢 他不是死死的守住而已哦 他还要帮助我们 每一天更新过一篇 我们往前翻 罗马书的第七章 第六节 好 第七章第六节 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既然在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要脱离律法 也就是说 既然在旧约 神吩咐百姓 吩咐摩西 吩咐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整个这个制度跟这个条例呢 最终呢 在人的软弱上失败了 死掉了 那我们要脱离他 那这个圣灵 帮助我们服侍主 服侍神 不是像以前按照律例了 而是按照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灵 有一个新的样式 不按照旧的遗文的这个旧的样式 感谢主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怎么样服侍我们的神 就拼从 顺从 信靠我们的守门人圣灵 不是在去守那些条例 按照这个灵 来帮助我们 那圣灵要帮我们守住什么 提摩太后书的一章 十三到十四节这里讲到说 圣灵 这里保罗呢 提醒提摩太 你要靠这个守门人 守住什么 是守住金银财宝吗 旧约时代店里的金银财宝 到了旧恩的时代 到底是什么 旧恩这个 旧恩的时代 我们的圣灵守门人 要替我们守住的是什么 神的善道 他说呢 保罗说从前 我交托你的这些善道 这些纯正的话语 这些信心跟爱心的这些教训 你要常常守着 并且呢 靠着什么守着 靠你自己的决心吗 靠你的这个使命感吗 靠你的热忱吗 在旧约里告诉我们 这些都是没有用的 守不住 只能靠什么 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 所以感谢主 我们从保罗教导提摩太的 这个事情上 我们就知道 保罗他自己 亲自的经历的体验了 圣灵守门人的全面 跟大能 就告诉他的徒弟说 要靠着圣灵牢牢的守着 神的纯正的道 神的言语 神的言语 还有这个善道 和这个信心跟爱心 那所以我们大家呢 要让圣灵 时时刻刻的 做我们心门的守门人 记取在旧约时代里面那些人 他们从自己的这个口的这个门 心的门 家的门 这个店的门 城的门 国的门 都会因为人的软弱而败落 守不住 再强的守门人都守不住 但是呢 耶稣基督所四下的 这永远的保慧师 这守门人圣灵 却是能够永远与我们同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付赐给我们一位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十七节 告诉我们这个 保慧师守门人是谁 他就是真理的圣灵 这圣灵世人不能接受 因为不见他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他常与你们同在在你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牢牢的靠着圣灵 守住我们的心 清洁又正直 然后能够侍奉我们的神 向神开门 向罪关门 向神的话语开门 向人的迷惑关门 圣灵告诉我们何时开何时关 从此圣灵做永远的保慧师 帮我们看守住我们的心门 看守我们的家门 看守我们圣殿的门 阳圈的门 也看守神国度的门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起来吧 我们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像伊甸园门口那两位 拿着四面转洞 冒着火焰的这个宝剑 圣灵的宝剑 守住这个 我们心中的这一块 这个 这个纯净的喜乐的乐园 靠着主的 靠着主的这个 守赏识的这个宝会师 随时多方 紧紧祷告 那我们严防撒旦和世界的攻击 让我们的内心 乃至于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 都能够回到天地创造之初 神为我们十足亚当 所预备的伊甸乐园一样 我们的心里 因为有神的话 有善道 有圣灵把关 所以我们欣欣向荣 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我们只听见白鸟在唱歌 我们看到树上多结果子 我们本身也多结出好的圣灵的果子 世界上的人 从此看见我们 结出累累的圣灵的果子以后 就信了这个神 就归荣耀给我们天上的父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57首